各位网友各位同胞 大家好我是老编蓝 欢迎来到密度阵线 南博湾傀儡当局啊 又在这个地方啊 胡说八道了 那么你只要说他 哪里有问题 他们那个玻璃心啊 就会碎一地啊 还反过来说大陆人啊 玻璃老是什么玻璃心 万万全全在这里胡说八道嘛 美美台湾南党北京空中有攻势 台回应没有的是 华盛内有报 援引泄露的机密文件 怀疑台湾的空中作战能力 表示若是中国发动攻击 台湾将难以抵御 来自对方的空中进攻 台湾所谓国防部 随后发出回应 斥责报道内容不实 那么这个 其他的部分呢 老编都已经跟大家来讲过了 不过台湾的国防部 否认这些说法 表示呢 报道内容不实 台湾中央社援引台湾所谓国防部 周日表示 有关报道内容不符合事实 国军针对各种犯台 可能军纳演讯 详定 试切调修作战计划 积极 战备整备 同时强化 战备演讯提升战力 该部门强调 尊重外界对国防设施 所提意见 但外面引述不明文件 内容 显非事实 国军建军 备战均 依敌情威胁 作战需求 及联合战力 规划 圣密推动 并依处处 接战场 实时做训练原则 构建 可持续战力 确保所谓国家安全 那么 也就是说 台湾嘴巴老 不承认 我也已经说过了 没有什么好不承认的 你台湾有这么多 你所谓的防空能力和战力 你跟解放军 那不是一个荡量的 而且你又没有自己的战略支援系统 你在这个地方 嘴巴老什么老的 硬什么硬 所以这一点 我也是挺瞧不起台湾人的 其中一个点 就是这个点 老是嘴巴老得要死 嘴巴很硬 牛逼哄哄的 然后还喜欢吹牛逼 这一点 我其实是非常瞧不起台湾人的 在大陆的台湾人 大部分 我发现也有这个特点 有些台湾人呢 在一些餐厅里吃饭 喜欢高谈扩论政治 蔡英文 什么民进党 国民党了 说话声音啊 这个分贝啊 要提高 感觉自己好像 可以用政治来装逼 你大陆的比我有钱 你大陆的比我帅 你大陆的比我漂亮 没有 我有政治 我懂政治 我可以装逼 我可以在餐厅里面高谈扑论 这个好像跟他们这些西方的美帝 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嘛 人家不是在装逼说 不在公众场合谈论政治和宗教嘛 当然了 现在西方白左就是喜欢讨论政治 而且喜欢把政治正确摆在美帝的生活当中 打嗝 放屁 扼屎 全都要谈论政治正确 所以说台人除了一张嘴 没有任何的别的这个功效 而且呢非常的意淫 有些大陆的一些博主啊 尤其是海外的一些反贼 什么公子沈莱奥纳德 特别喜欢去舔台湾人 然后台湾人就高兴得不得了 乐呵呵的 带着笑容 就要跑回家 马上喝一杯珍珠奶茶 感觉特别好 这就是典型的台人 台人啊 就是生活在半梦半醒之间 那个混沌宇宙 这就是他对他们最好 最真实的一个写照 那么同样的我们来看一下 习近平派夏宝龙去香港 抚平所谓伤疤 全国政绩副主席 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 夏宝龙 4月13日第一港考察 4月15日出席 全民国家安全交易日 他在开幕典里 自时说 条例风波这场港版颜色革命 显然没有得逞 但这是香港历史上 永远抹不去的上巴 是我们永久的痛 有人想抹去这段 惨痛的记忆 这是不可能的 有网友借力打力 是啊 香港的上巴 不是北京拿刀子割的吗 有人想抹去这段 惨痛的记忆 这是不可能的 香港 这个夏宝龙是 中国外主义习近平 授以来港的 他支持时 先讲习近平去年 实在香港时 希望加和外势心 香港不能乱 也乱不起 习近平关怀香港 然后夏宝龙代表大家说 这是全体香港人民的 共同新生 那么 夏宝龙支持时 说了一句大实话 他希望香港天天办会展 搞创科 拼经济 跑马 跳舞 炒股 搞大钱 那么 这个呢 我个人认为 派这个夏宝龙 到香港来了 就代表 就是正式的 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 劳乱香港 正式的 画上一个句号了 他们不敢再在香港 搞些什么事情来 就代表了 以后香港这个议题 和西藏 和新疆一样 西方呢 再也没办法去炒作它了 没有办法去推动它了 代表了西方 在香港 搞这摊子 坏事 以失败而告终 以失败收场 所以说呢 香港问题彻底解决了 那么 台湾问题就是最后的一个问题 就是内政方面的最后一个问题 那么势必中共要发力 全方位的要解决台湾问题 所以说呢 美国现在这种评估呢 都是很真实 当然有些东西也是假的 有些东西也是假的 比如他说什么中国中央军委受益 要给什么俄罗斯弄武器 这个是假的 在一些真正的消息当中呢 我们要分析说什么是真信息 什么是假消息 说台湾这个战力不行 防控能力不行 这个是真实的 那对人说 那你说别的有些东西是假 那为什么说到这个东西 你认为是真实的 因为啊 这个还要等 还要得着去举例吗 那台湾他有啥呀 对不对 那么拉矿 扶老人他能打什么仗 所以说呢 接下来中共呢 有的是时间啊 去搞这个台湾这帮逼货 那 好好的把他们 打到他们翻来覆去的 台湾人就是要每天都打一顿 每天都搞一顿 时不时的整他们 干他们 对吧 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 非常有必要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 所谓的韩美日安全会议 强调台海和两岸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又是搞一帮人 往那一站 我他妈现在对西方的这种会议啊 我其实挺反感的 我也觉得挺搞笑 像耍猴戏 排炮 开什么会 对吧 你看你的会就行了 他非要搞了一帮人啊 弄个照片 往那一站 好像显得 众志成城 显得很牛逼 4月14日 第13次韩美日安全会议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 据三国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 三方商定例行实施 反导和反潜演习 据李韩丁社报道 韩国国防部国防政策室市长 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 拉特纳 日本防卫省防卫政策局局长 曾田和夫 作为三方首席代表 率团参加了会议 韩美日安全会议是 三国助理部长助理级别 年历安全协会会议机制 08年之后 举行12次 21年 在去年没有开会 此次是时隔三年冲启会议 是14次会议 第14次会将在韩国举行 那么 他们动不动 喜欢说点什么逼话呢 我们来看看啊 呃 就是主要是屌那个朝鲜 啊 屌朝鲜 然后呢 还有就是 就是对台海这边问题啊 他们是这样说的 顺便提及 三位代表还讨论了印太地区的安全局势 并重申了他们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共同承诺 他们强调了台湾海峡和平 呃台湾海峡两岸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他们重申有必要与乌克兰站在一起 反对俄罗斯无端的野蛮的侵略战争 并认为 对 就是对领土完整和主权的严重侵犯 破坏了整个国际秩序的结构 啊 每当他们跟中国跟乌克兰的这个议题放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想他妈的笑 呃 乌克兰就是领土完整 中国就是海峡两岸要和平稳定 对吧 呃 那你觉得我们怎么去做呢 是不是我们也要给俄罗斯加大力度这个军事援助啊 然后呢 回过头来 我们这边就武统台湾了 啊 什么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放一个逼啊 放一个屁啊 臭傻逼们啊 三三条他妈的啊 这这这个这个这个是个傻逼他妈的往那里坐 还想来决定中国的命运 你日本的岸田文雄差点被被杀掉 啊 天皇他妈不要杀掉你了 啊 韩国的什么乙西越啊 这个他妈的蠢驴 蠢货啊 更他妈在台湾 呃 更在这个韩国最近的支持率跌破三成了 因为美国泄露这个文件嘛 对台对韩国采取大规模监听监视啊 又问韩国 哪五十万枚炮弹出来 远住乌克兰啊 没有尊严的东西 啊 然后呢 这个 我说过了 不要过高的估计台湾的所谓国际地位 啊 没有任何意义 啊 然后 然后呢 现在呢 这个日本的那个黑鹰直升机啊 剩下的五具遗憾呢 也找到了 啊 也已经找到了 那么 看来最最近这个事情也是蛮惨的 啊 所以少插手中国的事啊 然后这个 啊 台湾这个地方啊 想要期盼他们来救 那更加不可能 吃人说梦啊 所以什么美日韩了 什么菲律宾了 什么美国要跟越南搞事情了 在中国周围围围园搞事情 都会被中国给击溃掉 好吧 谢谢各位 谢谢